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PotoStrape标签页的基本使用 同时呢,通过使用JQuery来给大家展示一下Java脚本操作标签页的方法 今天第一个知识点是NaviTypes 它是标签页的显示组件,是标准的LTML列表,URLi 第二个是TypeContent 它定义了标签页的内容,也是一个FuTag 接下来的TypePen 它是每一个Type标签的内容 当标签页切换时,来自动切换显示的内容 第四个FadeIn呢,它是当标签页内容设置为渐变显示时 也就是Fade的时候呢,来设置初期显示的文字 这个可能是一个bug 因为当咱们一旦设置成Fade显示效果后呢 初期标签页的内容呢,就不再显示了 必须设置成FadeIn,才能够显示出来 今天最后一个知识点呢,是通过使用JQuery来操作一下Type标签页的事件 另外大家如果对Type标签页还有什么不明显的地方呢 请参与官方文档 然后呢,今天咱们的代码会放在科研中国上 好的,现在我们进入实际代码的开发 今天的代码呢,我已经提前写好了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咱们先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然后再根据运行出来的效果 咱们一一看一下代码所实现的功能 Colomb运行起来 大家请看,效果已经出来了 上面呢,是一个带有四个标签的标签页 分别是首页,新闻,财经,娱乐 当咱们点击标签页的页头的时候呢 该标签页的内容就在下面相样的显示出来 好的,咱们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请稍等 我把这个地方先对齐一下 好的,咱们首先看一下标签页头部的实现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标准的HTML的URL列表选项 对应着咱们这个标签页的头部 然后标签页的每一项呢 就是标准的HTML的LI的这个列表项 分别对应了首页,新闻,财经和娱乐 然后咱们当前高亮显示呢 在这个地方用一个classactive来表示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每个标签页的具体的写法 每个标签页呢 其实就是HTML的LinkA 然后呢,它的HREF就是Link到哪去呢 这是写上一个这个下面的标签内容的ID 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它的角色 咱们要写上这个tab 并且呢,数据toggle 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个就是指着这个LinkA的这个类型 咱们也想tab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的新闻财经娱乐呢 也都是一样 大家重点注意的就是HREF Link到哪里去 然后呢,这个数据toggle呢 是tab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标签的内容部分 就下面这个地方了 在最外围呢,用一个tabcontents表示 然后每一个这个数据内容区呢 就是一个这个tabpanel 然后呢,它的class呢,是tabpan 和大家注意这个ID的地方 ID的地方呢,和上面的HREF 这个ID要做成一一对论关系 这样呢,来告诉这个Budelstrap 或者说告诉浏览器 当我按下哪一个tab的时候 给我显示哪一个这个标签的内容区 大家请注意这个地方 如果咱们这儿是用了一个这个fade 的界面效果显示呢 那一定要加上一个inactive 来表示咱们当前显示的tab像 如果不加上in呢 初期的tab内容呢,是显示不出来的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 我怀疑这是Budelstrap的一个bug 好的 接下来我再给这个页面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也就是说,在页面的下部 我再增加四个按钮 当按钮按下时候呢 来自动切换tab页的显示内容 这段代码呢,其实我已经写好了 我把它打开 咱们实际看一下效果 OK 按钮效果已经出来了 咱们点击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够切换tab的内容 我点首页,应该切换到首页上去 怎么切换过去啊 请稍等啊,我看一下 应该这个页面重新装载一下 原来用到这个quit 我点新闻 OK,切换了 大家请看 点财经 点娱乐 都切换到相应的tab页上去了 OK 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怎么实现的 定义的四个按钮呢 就是html的标准按钮 然后呢 我给每个按钮赋予了一个ID 并且实现每个按钮的onclick点击事件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大家请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用到了jQuery的选择器的概念 也就是说 当我按钮按下时 我要去寻找咱们标签页 页头的A链接的部分 这个mytabs呢 就是这个地方 代表着我是从这个标签页 开始找 找这个标签页ID下的A链接 大家请注意 这个地方呢 就是咱们需要寻找的A链接的部分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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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找到这个A链接之后呢 就要用这个链接的tab方法 然后传一个瘦的属性 来把这个标签的内容具体显示出来 这个API呢 是Bootstrap提供给咱们的 然后呢 咱们这次还用到了像这个Aforce的 这种JQuery选择器的概念 这个呢 是JQuery的这个知识领域范畴 请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学习一下JQuery 不过呢 我准备今后也做一个JQuery的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其实用到了四种JQuery的选择器 如果看不明白的朋友呢 也不用担心 这个呢 都是JQuery选择器的标准语法 如果有这个JQuery 这个使用经验的朋友呢 一看就知道 我这个代码大概是什么意思 不过没有关系 我会抽出单独时间 来给大家讲解 JQuery的选择器 包括JQuery的整体的使用方法 甚至插进了开发 都会讲得到 请大家呢 在这个地方呢 重点学习Bootstrap的知识 而不用太过于关心JQuery的知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要讲解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已经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参照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